今年有一系列欢庆建国百年的英文活动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 由国立中正文化中心和台北爱乐合唱团 一起合作的大型合唱交响师 《流动的记忆》 要以音乐和多媒体影像 带领大家一起穿梭时空 细细品味过往岁月 浑厚高亢嗓音在钢琴的伴奏下 声乐家字字句句唱出大家心底的台湾 台湾的作曲家就是有江文艺 天南章老师 还有我自己的作品 同时用管弦乐合唱团这样的方式演出 那这种 其实这种机会就是非常非常的少在国内 不同时期的作曲家 一首又一首筷智人口的歌曲 带领所有人一起回到记忆深处 品味台湾各个时期的生活 现今台湾的多元族群特性 也一点一滴被作曲家金锡文老师 慢慢勾勒出来 台湾是一个很多元化的一个社会 那其实大家的记忆并不一定的一样 但是我们却有义务要朝着 写同样的记忆的未来 在这个过程中 你要找什么样的歌词 要怎么去表达 要从哪些角度来表达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困难的事情 时间慢慢消逝 记忆渐渐退去 专属宝刀土地上的台湾印象 需要更多人关注 我们现在更需要做的就是有更多的作品 好的作品 然后更多的演奏家愿意来演奏 然后介绍给台湾的观众 介绍给国外的观众 12月3号 音乐家要透过音乐与光影的结合 交汇出你我的共鸣 让您再次回味记忆中的感动 新唐人亚太电视 程辉莫李宜君 台湾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